大家好啊 昨天我看微博的时候呢 发现那个财新 发布社论的炮红司马兰 说 近期呢 个别人在舆论场上 兴风作浪 狂挖某些民营企业早有结论的 所谓历史旧葬 这与中央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需要各部门各级政府围绕两个毫不动摇 发出更加明确强烈的政策信号 财新也跳出来了 也开始攻击司马兰了 他是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由头 拿着计谋当令件了 或者说这个还不准确 那怎么说呢 那只是歪解 曲解中央的政策来为联想辩护 他说在早有结论的所谓历史旧葬 实际上他就是在给这个联想背书了 有的人可能听了迷糊了 前几天是财经杂志发表社论 今天 昨天呢 又是财新发表社论 一会财经一会财新 把人搞迷糊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财经是财经 财新是财新 财经杂志是中信集团旗下的 搞的一个杂志 财新呢 是民营资本 民营资本搞的 是原来的财经的主编 胡舒立 从财经 出走之后 他另外另起炉灶搞的一家媒体 这家媒体的主要 股东呢 全都是民营资本 基本上都是民营资本 因此呢 说话比较大胆 这是两家不同的媒体 虽然说 属于不同的媒体吧 但是 实际上是一丘之鹤 那个胡舒立 原来是财经的主编 这个财经呢 是他一手的搞起来的 1998年 那个财经杂志成立之后呢 他就在他一手的奴隶之下 搞成了一个 中国还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财经媒体吧 他后来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 因为和王波明 也就是那个微博上 那个财经老婆王波明 王波明呢 这个人是 财经杂志的主要投资人 和他起了 争执了 在经营理念呢 以及这个 以及怎样写文章这方面吧 发表了 这个产生了争议分歧 于是呢 这个胡舒立呢 就出走了 辞职了 带着他的所有部下 140多人 全部辞职之后呢 成立了财新 财新周刊 以财新周刊为代表 他是一个财新媒体的 实际上两个 都是一丘之鹤 因为他那个 两个的主要 两个媒体的主要控制人 不是啊 主要主编 都是一样的 先前胡舒立是在 财经杂志 然后跳出来又搞了这个财新 周刊 说起胡舒立这个人呢 具体的情况 我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这个网上都有 有几个标签 我跟大家说一下吧 第一个标签 就是被外国媒体呢 被评为最危险的女人 她那个在 无论是主持财经还是财新的 这个过程中呢 她 都那个发表了一系列的这种 揭露黑幕的这种文章吧 像原来的那种 揭露基金黑幕的 还有银广夏事件的 银广夏财务造假事件的 揭露各种黑幕吧 老实说 做这种深入的 深入调查 新闻调查 有没有意义呢 对中国 促进 企业转型 促进各行业的发展 有没有好处呢 客观来说 是有好处的 在这方面 还是不能否认 她的这种贡献的 我觉得这方面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是呢 你不能就此 说 那个就 抹上她的这种 忽视她的这种 各种的骚操作了 实际上她也有各种骚操作 这些骚操作具体 后面我再聊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她说 有个标签叫做 最危险的女人 然后呢 然后她自从 还有一个标签 就是在西方媒体界 西方的各种杂志上 是得奖 最多的 从她创立这个财新传媒之后 2009年开始 一直到2017年 几乎的 年年获得 国外的各种奖项 新闻内的奖项 或者是被 某些杂志呢 排名为 排入 列入各种的 优秀女性呢 什么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种杂志的排名 还有什么普利策 什么奖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奖 几乎 只要是每一年 连续不断嘛 几乎到了 连续 每年都会获得各种奖项的 这种 每年几乎都会获得奖项 这是第二个标签 就是获得西方奖项是比较多的 第三个标签呢 他是 胡舒立这个人 是个红二代 虽然说是红二代 但是他们的繁体制倾向是非常的明显的 红二代带头繁体制 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 但是在中国呢 尤其是在前些年的时候 这种现象是 已经感觉是非常的 屡见不鲜了 胡舒立 他的爸爸妈妈 都是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 后来呢 建国之后呢 又办报从事媒体行业 应该说他是那个新闻世家了 但是呢 他的爸爸妈妈呢 基本上都是 能够坚持党的新闻政策的 可是到了胡舒立这一代 到了他手上呢 基本上就 完全把什么党管新闻的这一套呢 完全就抛弃了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的新闻是在哪学的呢 他这个人呢 曾经到美国呢 接受一个 美国的组织 进行的 新闻培训 然后呢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到了美国去参加各种的 这种财务方面的培训 在美国的培训经历呢 对于他 对于他个人的这种价值观 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 由此呢 他就树立了一个理念 叫做新闻专业主力 就是完全的 秉持着西方的这种新闻专业主力以来 那个 半媒体 到了中国来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 秉持了他这种 西方式的新闻观和 西方式的价值观了 这是他的第三个标签 红二代 带头繁体质 这是胡树立 个人的基本情况呢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他的维基百科 或者百度百科 上面写的很详细了 这里呢 推荐一篇文章 那就是纽约客 关于胡树立的一篇介绍 大家可以搜 就搜胡树立 纽约客 你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呢 我想聊一下这个财新传媒 的一系列骚操作 财新传媒 一向以揭露体制黑暗 揭露体制弊病 为自己的责任 靠这种做法 靠这种手法呢 取得权威性 这一点呢 在新冠疫情期间 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个表现 就是多次三番五次的 找到李文亮进行采访 试图从他口中得到一些 不为人所知的所谓真相 这个 李文亮当时的 李文亮医生已经实际上 生患重病 可是呢 你还是三番五次的去找他 李文亮之所以会去世 是不是因为你们过度的 占用了他的这种时间的呢 要是你们不是频繁的去接受 让他采访 让他接受采访 那说不定还会有 治疗的机会呢 可是就这样被 耽搁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胡舒立个人呢 邀请方方写 封城日记 武汉日记 他的方方写的第一篇 武汉日记就是在 财新网 胡舒立的 大力邀请之下 在财新网发布的 胡舒立这个方方日记 引起争议之后呢 这个胡舒立呢 还为其辩护 1月26日 2020年1月26日 方方的第一篇日记 就是在 财新博客上发表 然后呢 又随机 随后呢 又转载到了财新网的APP上 进行连载 然后扩大其影响力 3月26日 胡舒立在微博上呢 把方方日记的60篇 全都发表了 通过这个财新博客 连链接 分享链接的方式呢 发到了他的微博上 看这种记者 记者有一个非常 严重的恶习 就是喜欢在别人 受苦受难的时候呢 自己去吃人血馒头 胡舒立 以及他怂恿慌慌 干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别人在受苦受难 那你呢 就在吃人血馒头 这是第二个表现 在疫情期间 第三个表现呢 就是 把那个 当时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舆论 那就是说 新冠疫情源自中国 新冠疫情的源头就来自中国 就是中国 当时呢 这个财新周刊 在896期的封面 他的题目叫美国战役 但是呢 他把几个国家的国旗 有中国 有美国的国旗 还有其他国家的国旗 摆到一旁 摆成一行了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是把那个 那新冠病毒 那个形状 那里面呢 镶嵌了中国的国旗 然后呢 然后呢 用他那个 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 这个图形吧 他还做成动图了 撞击美国的国旗 来回撞击美国的国旗 那 这种夹载四货 既有强烈政治意图的 这种色彩 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如果其他事件 像邀请李文亮 才接受采访 或者是邀请方方写日记 如果这些 表现还不够明显的话 那 他的财经周刊 财新周刊的 第896期封面 已经赤裸裸的 表达了他的意图 当时这个封面一发布 就立刻呢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声讨 胡树立 个人呢 也受到了疯狂的 也受到了 大家的 那个嘲讽吧 实际上从 那个时间之后呢 他的名声已经凑了 名声凑了 但是还不自知 真然以 真然以这个 为民请命的斗士自知识 这是在 新闻疫情当中的表现 然后呢 就是 当时呢 在海外引起热议的 一个猪头论 胡树立在其个人微博上 发布了一个 所谓的猪头论 当时呢 是这个 中国的司法部长 傅政华呢 落马了 这是一个 背景呢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财新的 胡树立就在其个人微博 发布了一个 所谓的猪头论 什么叫猪头论呢 给大家念一下原文 他说猪头如果写的 如果做的好 这是相当可吃的 猪头不受待见 与人民的观念 多有关系 背负这等恶名 一般人 谁愿意在参筑上 也去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 发表了这一通猪头论 当时呢 海外媒体的集中的 说他是 讽刺习近平 把习近平 暗讽为猪头 那从 许多海外媒体 都说他那个 揭露了中共的权力 斗争的内幕 在引起争议之后呢 这个胡树立就没有解释 反而把这个 微博删了 微博删了 但是但是在财经网上 还有 这几事件实际上 引起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舆论风波 但是呢 对于这个事情 胡树立本人呢 就没有再进行解释了 你从他发布 这一条博文来看 那肯定是有所指的 肯定是在指伤骂怀的 什么叫在餐桌上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呢 战略伙伴关系 是人和猪建立吗 你这显然是有所指的吗 中国的媒体人就喜欢这样干 这个还表现不明显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人 这种付菲心棒落 何种程度了 南方系 南方都市报 我想大家应该听过 南方都市报 在当年的我们的习家大 在新闻娱乐 新闻舆论座谈会上呢 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党管兴奋原则 所有媒体要听党的话 可是呢 时隔不久 南方都市报 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他的封面 你知道他这个封面是怎么搞的吗 他弄成一个长头诗的形式 他把习近平这个这则新闻 党管新闻 这则新闻和下面另外一则新闻 标题拼凑在一起 拼凑在一起就成为什么了呢 那就是说媒体姓党魂归大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媒体姓党魂归大海 如果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话 你可以搜一下这句话 在谷歌上搜索搜索一下 你就能搜索到 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 南方都市报的一些责任人 一些具体的编辑 具体的编辑被开除了 然后他的管理人员受到了惩戒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这些人这些玩弄笔杆子的人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搞的这种下贱的手法 然后现在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 他被国家呢 提出了叫做网络新闻稿员名单 也是他的实际上就从侧面 给大家说了 他这个财新传媒的稿件没有说服力 大家引用网络新闻的时候 不允许引用他的新闻 实际上就有这个意思了 这则新闻发布之后 对于他的这种权威性和专业性 就实际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的 这是围绕财新传媒的几个 几个主要的一个烧操作吧 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 财新传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喜欢家贷私货 财新传媒虽然说是一家财经媒体 以财经媒体为主名业务 但是他非常喜欢家贷私货 非常喜欢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在11月份的时候写了 中国进入WTO20年的启示 以及中国进入CVTPP应该做什么 实际上就是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读者的这种价值观 我视为理念 因为当时他写这两篇文章的一个 最重要的意图呢 就是要劝中国的官方 也许企业家接受西方的那一套规则准则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就不需要反驳了 你要进入你就接受他的规则 学如是旅嘛 人家怎么要求的你就怎么做 这还是比较的 隐晦的表达的 你像在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就表现得极为明显的 当时呢 借助这个西方政客媒体呢 借助这个新冠疫情源头这个问题呢 大肆攻击中国 污蔑栽赃中国 可是呢 作为我们国家的媒体人 胡舒立 竟然在暗中迎合 西方媒体的这一立场 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暗中迎合了 而是公开的 响应西方的这种号召 直接把这个新冠源头 就定性在中国了 这是在财经财新周刊896期封面 就可以看到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找一下他这个封面 你可以搜到的 用谷歌搜能搜到的 老实说中国的媒体人 你说在揭露行业黑幕 揭露财务造假这方面 有没有贡献呢 我想说 这方面是不可抹杀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 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但是呢 你说你是个财经媒体 写财经新闻的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搞 财经啊 那你为什么要夹带私货 达自己的政治意图 政治观点呢 不只是这个财新传媒了 像以前的很多媒体 都喜欢这样搞 还有那个经济观察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关注过这个经济观察报 我在大学期间 基本上这个经济观察报 是每一期的 他一个礼拜出一期 我基本上呢 七七不辣 基本上全都看过 大学的时候啊 现在没怎么关注了 他那个报纸是橘黄色的 也不是橘黄色是那种 普通的报纸那种色彩是白色的 像他那种是黄色的 那种淡黄色的 或者说是橘黄色的那种 他说的是经济观察报 但是实际上那么厚 差不多有三十几个版面了 三十几个版面我常 其中说经济新闻的 那就没多少了 三分之一的片误都是在说思想的 说政治观点 这就是中国的传媒 中国的媒体人 就喜欢干这个事情 你说你财经记者 那你就写财经新闻 那你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 在写财经新闻的时候 表达你的政治立场呢 这是不是出现一种媒体政党化的倾向呢 所以说这是值得观察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财经传媒呢 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股的 控制的 你先来看他的融资历程 他在B轮融资的时候呢 获得了腾讯的投资 几千万人民币 然后呢 在C轮投资的时候呢 获得了蚂蚁金服的投资 具体的数额没有披露 只是说有几亿人民币 具体是多少那就不知道了 后来呢又进行了地轮投资 地轮投资是各种金融机构 但是这些金融机构 基本上就是民间的资本 市营的资本 也就是 也就是说他这个财新传媒 是非公资本搞的一个媒体 对于非公资本能不能搞媒体 实际上国家在这方面 是控制的比较严的 所以说呢这个财新传媒 财新呢发表社论来攻击司马南 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你从他背后站着站台的那些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全都是非公资本的 全都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说话呢 那不是很自然的吗 所以说大家不能看表面现象 你要从其内部的融资情况 以及股权结构来看这个问题 你就会有一种醍醐灌脸的感觉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